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去年举行的他的影响力 他的冠军的奖金也都是全国最高的奖金 最高最引人注目的这样的一个赛事 但是四个一年以后 我们为什么还要讲解志强对局呢 因为呢今年的九层志业杯 全国下棋超霸散的 更名为2009中国象棋年终总决赛 依旧是由九层志业的李文雍 倡导赞助的这项赛事 这项赛事呢和去年相比呢 他有更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奖金提高了 去年呢是30万奖金 这次是50万冠军的奖金 他总的赛事的投入 投入了1000万人民币 所以说他的投入资金也是最高的 另外他邀请的选手也是顶级的 所以是三高的这样的一个赛事 并且这次的赛事呢 还有一个特点 他就是邀请了德国丹麦两位外界的棋手 他们也都是获得过欧洲比赛的冠军 所以说呢这次啊比赛啊 他的特点是多多的 包括还有有奖短信的竞参 奖金额度也是非常的高 在奖池里面已经放了100万 另外呢 还有酒量的汽车 所以呢我们有兴趣的奇迷朋友们呢 可以根据骑手的编号发短信 猜一下进入前八位的选手是谁 那就有可能获得大奖 所以说呢这次的赛事 他的特点多多 还有一个特点 去年我们的比赛呢 是放在了上海的恒山宾馆 是不对观众开放的 那这次的比赛呢 我们是放在了上海卢湾体育馆 那也就是说对观众是可以开放 观众们可以平票入场 那购票的方式呢 可以到卢湾体育馆或者网上订购 所以我想呢 今年的这项赛事呢 他引人注目的地方特别多 在开幕式上 我们还将邀请 现在当红的明星 突口秀的明星 周立波先生 做表演 他的内容呢 也会和我们的象棋文化有关的突口秀表演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能够关注我们的赛事 关注我们赛事的进展的情况 那今天呢 我们要介绍呢 就是回顾一下 去年的赛事 去年呢 因为冠亚军的决赛呢 是在北京的江川 和上海的孙永珍之间进行的 第一局的比赛呢 是孙永珠先手获得了胜利 那第二局比赛呢 是江川拿到先手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一场非常关键的对局 是怎么下的 好 北京的江川 他是自己选择 选择了先手 炮八平五 马八进七 孙永珍 第一盘赢了以后 第二盘选择了反攻马 非常稳健的下法 马八进七 炮二平四 G9平八 马二进三 典型的反攻马布局 好 北京的江川五六炮 炮二平四 常见的下法 G9平八 马二进三 炮八平九 冰三进一 这都是反攻马五六炮 常见的一个招法 护进三兵 马三进四 四六 进五 这一手棋 也是有两个选择 另外一种选择 可以考虑 四四进五 这也是常见的下法 这个四股哪一手 和以后的变化 有相当大的不同 现在四六进五 减轻这里的压力 红方 G8进六 好 蒋川显得了非常凶狠的 这样的一个下法 因为以前啊 我们的对接啊 以前比较多的是走 G1进二 如果G1进二以后呢 黑方可能的变化 就是G1进二